Hello 大家好 我是無影像的WEST 前一陣子有跟大家分享一支影片 提升影像質感的五大技巧 還沒有看過連結的 在這邊 裡面我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技巧 就是燈光 光線是決定你影像質感的主要元素 不論是太陽光 順光 逆光 拍出來的感覺都不一樣 然後當如果沒有光的時候 自然要仰臺打燈了 所以我今天想要來聊個主題 在婚禮的拍攝中 或者是一般的拍攝也可以拿來應用 我對於燈具的應用 婚禮的拍攝 燈光我覺得是先求有再求好 因為轉場太快了 從一開始的準備 以下跑到穩定 接著馬上闖關 玩遊戲 然後接著拜別禁房 轉換場景的速度 有時候快到連燈我們都沒有時間去假設 在看我目前燈光種類以及配置之前 還是要說一下 我是用婚禮現場的經驗來談 除非今天是拍攝大型的商業案 我們團隊必須同時負責導演組跟攝影組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發專業的燈光組來打燈 不然通常都是我們自己來 經驗的累積也是慢慢邊做邊學 雖然還不到專業燈光組的專業 但至少我們可以打出還不錯的效果 婚禮是一種很快速節奏的拍攝環境 所以燈光的器材幾乎是以快速的架設 體積也是以方便攜帶為主 我們不會帶起役板 我們不會折燈 因為根本沒有美國時間去做這件事 這是我目前使用在婚禮上的燈光種類 我認為婚禮最適合的瓦數是200W 如果你今天要拍出好的影像質感 最少最少一定要一盞200W 然後以雙色溫為主 因為很方便 可以看到我有很多南光的燈具 因為我以前是南光的用戶 因為一個遙控器 它就可以控制所有的燈光 但是南光沒有比較方便的200W 它雖然有FOLA 200B 就是一樣是雙色溫 可是它跟我之前買的300B是一樣的 電壓器這麼大 然後整個箱子這麼大 我們真的沒有那麼多人力 為了一顆200W的燈去扛那麼大的箱子 所以我選用的是這一顆台灣品牌的燈光 老實說它也老了 好幾年了 所以我在去年換了愛圖斯的愛萌拉200格式 那現在我剩下病壓器 因為我上個月摔燈 然後它其實是一顆適合棚內的燈 所以它的做工跟外觀幾乎都是塑膠 一摔上下殼破掉 然後一斤螢幕也裂掉了 正成它報修價是2500元 那雖然它整個都是塑膠 不過我真的還是會建議 200格式 是每個想買燈具的首選燈光 因為CP值很高 而且很方便攜帶 而這一顆FS300 它是我婚禮也會帶著的燈光 因為很多的時候 200W是不夠用的 然後再來就是FORR60 它是一顆我很愛的燈光 配件非常的多 尤其是電池把手 像這種電池兩顆啊 它就可以提供最大的輸出 差不多一個半小時 整個小小的 非常方便攜帶跟移動 很適合婚禮環境 還有這顆氛圍燈 它很方便喔 它可以取代燈具上的電燈泡 打一些氛圍 不過幾乎是很有時間的場子 我才拿來使用啦 然後最後是這種燈棒 非常容易攜帶的補光燈 我還蠻仰賴這一類的燈光設備 因為太方便了 我一直使用這一根 有Nord 360 二代的冰燈 我應該用了五年以上吧 然後去年買了南光的 Pubber Tube 6C 老實說它的亮度不夠 當輔光源真的不夠用 只能打打一些氛圍 然後前一陣子 YC Oni 就是洋蔥工廠 它寄給我這一根 Energy Tube 它是60公分的版本 然後實際使用之後 我覺得很棒 很容易上手 也很方便的使用 我會再下集出一支評測 以及這一類燈棒的實際應用 好的 看完燈具 我們再拉回婚禮現場的布燈 有一派的攝影師是這樣子 如果他覺得現場的環境 它的光線是不夠 然後他就直接拉高ISO 反正現在的相機 高ISO的表現下 非常的優秀 可是我不喜歡拉高ISO 因為我覺得 立體感還是不足 所以我每到一個場地 我第一件事 就是先觀察現場的環境 例如拍攝婚禮 我大部分都會在女方家開拍 我們很習慣很早就會抵達 那抵達的時候 當然不會馬上拍啦 也沒有辦法拍 因為大家都素顏 還沒有準備好 然後我做了第一件事 除了跟大家打招呼 彼此人事之外 下一個 我就說會站在新娘子 化妝的空間 看了又看 找拍攝的角度的同時 也在構思燈光如何假設 那我都會跟團隊的主持人說 你拍的新娘子 她就是你的仙女 在影像裡面 不能有任何的缺陷 所以你要想辦法把它拍美 所以能不能布燈 以及能不能布好燈 它就是關鍵 所以第一盞燈 我通常都會架起FOLA 60 我不會使用200瓦 如果先架起200瓦 我就沒有辦法在另外一個重要的 儀式進行的空間 做現場的預線打燈 然後通常化妝的環境都沒有很大 所以其實60瓦就蠻夠用了 OK 有了主光源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需要輔光源呢 這個時候燈棒就派上用場了 然後它的好處就是 光比較柔 光線進到鏡頭裡面比較舒服 有些新米老師會在鏡子前面上這種 環形的LED燈 我通常會看一下它是什麼牌子 才來決定要不要請老師關掉 因為燈光有所謂的顯色指數 也就是CRI 它是評估光源色的一個指標 我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來說明給大家聽 假設太陽的自然光是100 而你的燈距CRI是95 那就表示它跟太陽的自然光相近於95% CRI的數值當然是越高越好 通常CRI的80以上的燈 就是不錯的燈光了 然後像這一根洋蔥工廠的EnergyTuber 它的CRI就是98.2 這就是非常高的數值 也就是說它能逼近真實的還原現場的顏色 但是有些老師他使用的燈光 可能是一般的燈 比較沒有品牌了 這個時候我就會請老師把燈光關掉 然後我就會幫他打出最好的燈光 這樣能確保我們拍出是最真實的印象 然後再來其他儀式的打燈 基本上都很類似 一盞主燈打亮現場 上一支影片有提到 均勻的亮是拍攝婚禮時打燈的第一步驟 主燈通常是這種200W以上的燈距 接著就是輔光源跟輪廓光的設計 我們在過去 我們一直誤以為要吃到光 然後甚至把光源都拍進來 這就是最好看 錯 其實在影像裡面 最吸引你目光的 會是最亮的那個地方 所以如果你今天把光源拍進去 我們通常一看到這個畫面 我們一定會先找到最亮的那個燈 然後再去尋找影像你的主題 其實我認為這就是影像干擾 所以在打輪廓光的時候 我們要盡量避免燈距穿近 然後輔光源跟輪廓光的燈距 我還是會盡量以方便為主 像FOLA60這種小燈 三個把手 甚至不用擔心到處找插頭 然後還有這種燈棒 非常的方便 體積很小 很容易架設 然後宴會廳 我通常就不打燈 因為每一間的餐廳或是飯店 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燈光設計 除非啦像這種海鮮餐廳 它的進場沒有任何光線的變化 這個時候我就會瘋狂的打了 OK 以上就是我想要分享的所有內容了 然後下一集 我會來談一談輔光源的最佳器材 也就是燈榜 以及它的使用 然後還有這一次洋蔥工廠 EnergyTuber 它的開箱評測 喜歡我的影片 或是覺得我的影片對你們有幫助 也歡迎幫我們點讚 分享以及追蹤喔 我是無影響的Wayster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